是谁 我们 解放了 这是电话记录 我们党 得救了 同志们 我报告大家一个特大喜叙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一举反碎了 王洪文 张春桥 江青 姚维源 反战集团 电影《不平静的日子》中 这位坚强勇敢的党委书记 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主角 他早年参加革命 建国后专心话剧舞台 他就是老演员田丹 田丹本名李金路 1924年出生于河北文安 九岁因家庭变故而失血 跟随二姐在农村务农 抗战开始后 年仅十四岁的田丹 就加入到革命队伍 在冀中军区的烽火剧社做演员 演出过《放下你的鞭子》 《血泪愁》等话剧 1940年 进入冀中军区前卫剧社戏剧队 在此期间 京剧歌剧舞剧样样拿得起来 而且小小年纪 参加战斗从不胆怯 战友们戏称他为铁胆 1942年田丹进入华北联大学习 期间出演摧尾指导的话剧《带枪的人》 1944年任火县剧社戏剧队副队副队长 不仅出演话剧 京剧 还亲自编导舞剧 手鼓舞 放下锄头拿起枪等等 建国后 田丹进入中央戏剧学院深造 1953年 受邀参演北营厂设置的志趣华山 在片中扮演侦察班长陆德亮 咱们出发的时候 刘参们怎么说的 是让咱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 另外再侦察出一条路了 广照机没有用 可是单拼两条头也不行 1955年 出任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分队队长 并在话剧《战斗里成长》中 饰演赵铁柱 该话剧也获得了首届全国话剧观摩会表演二等奖 1957年导演颜济周 孙敏把话剧《战斗里成长》搬上大荧幕 田丹再次在片中扮演赵铁柱 我刚参军的时候也跟你一样 一天就报仇 报仇 广知道自己眼皮子底下那点仇 有仇大家替你报吗 革命是大家伙的事 懂不懂 没有组织 没有纪律 愿意干嘛就干嘛 能大声张 纪律 是军队的命根子 没有纪律啊 革命早失败了 懂不懂 1959年田丹生任抗敌话剧团副团副团长期间出演《槐树庄》东晋序曲等话剧并参与创作剧本雷锋 1965年参演复权指导的《红史中生》 扮演党支部书记郭长青 一到春天满山果树开花涂叶 嘿 走进去真是打鼻子响了 到了秋天 那水果鸭湾的汁多稀罕人啊 你不想 1969年重返工作岗位 在辽宁省文化局任副局长 1975年出任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团长 并指导话剧《不娟山》 1977年与王孝中合作电影《不平静的日子》 片中扮演党委书记陈池水 你不是不知道 老孟在旧社会差一点死在资本家的手里 解放了 当家做了主人 他热爱社会主义 几十年如一日 不分昼夜的万物劳动 他总是手把手的教小牛学手艺 你已经跟孟师傅学了几年了 可今天你说他是既得利益者 这可不应该啊 我们不能把革命挂在嘴上 要看他实际做的 到底对谁有利 有的人把薛大庆 坚守岗位责任制 硬说是管卡亚 而把他们自己的胡说八道 却像圣旨一样 非要人执行不可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田丹从已多年 一直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话剧舞台 生涯出演和创作话剧和歌剧 多达六十余部 田丹1984年离休后 仍然活跃于舞台和荧幕 参演了多部电视剧作品 如《央个情》 《最后的足迹》 《活和精神头》等等 田丹在荧幕中的角色并不是很多 但他的表演以细腻著称 可以说是内心系很足 在电影《不平静的日子》中 他把一位真正的革命斗士演绎得饱满深情 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态度令人钦佩 最终靠着智慧与勇气 和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的坚定信念 取得了最终胜利 田丹用他的精湛演技和真正表演打动了无数观众 让人们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和赞赏 田丹于2014年9月40世事 享年90岁 关注我 带您进入老一辈电影人的世界 我从参加革命那天起 就选定了毛主席指引的路 今后在我的晚年里 还要为党 为人民 站好最后一班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